为什么这一步进更花言发华平等 如弥陀苏朝云 尽大夜心痴眠 积德不退 这个不退是二位阅志 是三种不退 第一个会议不退 你是圣人 你不是凡夫 而你地位不会退退 第二个行不退 你这是大臣 你走的是城府之道 不是圣文 不是圆球 不是全教无杀 你选择的道路了 正确了 凡夫 自信 就进 这夫 这是我们的因 愿阿弥陀佛给我们做真相应 你有这个愿 有这个心 佛才肯帮助你 借引你到西方 起露之许 若能低信 真真相信 你不需要经历 三成 身 мы 人员叫菩萨 不需要经过这些 这世间很长 九经多经 三岗三七经 不需要 你一生就成功了 就成就了 不予一念 顿成菩提 这一念就是 阿弥陀佛 名号啊 顿成了 不是见修啊 立刻就证得了 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 就入了佛的境界了 岂非大四 这不是大四 还有什么叫大四 凡福一生成福 看你有没有佛报 相信就有这个佛报 不相信 没这个佛报 没这个佛报 不要劝他 劝他生烦恼 欢欢欢欢喜喜随缘就好 有这个佛报 要便利他 为什么呢 这一生决定成功 可见 静总 正是直指 顿正之法 不怪万的 不是万路之路 一念佛心 如佛之间 今天 海贤法师给我们做出榜样 九十年如一日 九十一居民口 如佛之间 那他老人家王臣 用这一步间做证据 证明 决定时 上而上平 万岁 静总之兴起 更由此 大事应援也 花言放华是大事 静总是大事里面 直接的大事 快速的通道 静总